12月13日 美国众议院正式表决同意对美国总统乔·拜登启动弹劾调查 同时 众议院启动针对亨特·拜登的藐视国会诉讼程序 在众议院为弹劾调查表决前 拜登的儿子亨特表明 不会回应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传票 拒绝为其海外商业交易问题与国会闭门作证 英文媒体《网关专家》报道 周三12月13日 在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拒绝参加有关其国外商业交易的闭门取证后 众议院共和党人立即宣布将对其采取行动 此举是在亨特在国会山发表演讲 声称他的父亲没有参与他在海外的商业活动之后做出的 现在 亨特可能面临藐视法庭的指控 报道称 针对拜登进行弹劾调查的共和党主席表示 他们将启动针对亨特·拜登的藐视国会诉讼程序 因为亨特·拜登在要求公开作证后 没有参加周三的闭门取证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 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亨特·拜登今天无视合法传票 我们现在将启动藐视国会诉讼程序 我们不会因为他姓拜登而给予特殊待遇 亨特·拜登周三抵达华盛顿 并在国会山上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他透露 尽管受到国会传票 但他只会根据自己的规定回答问题 只会在公开听证会上作证 他在记者会上说 我父亲没有在经济上参与我的生意 亨特承认 他父亲乔·拜登以其他方式参与了他的海外业务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 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 在联合声明中说 当我们的委员会今天准备让亨特·拜登出庭作证时 他选择在国会山发表公开声明 他说他的父亲乔·拜登 没有在经济上参与他家族的商业交易 乔·拜登到底是怎么卷入的 有证据表明 乔·拜登会见了亨特·拜登的商业伙伴 他的名字是家族企业战略的核心 法广12月13日报道 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议员约翰逊 12日在与其他共和党领导人 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就对总统拜登启动弹劾调查表示 我们必须采取下一步 我们不是在做出政治性的决定 这是一项法律规定 我们不能预先判断结果 我们必须追逐真相 众所周知 美国国会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调查 取得了铁证 证明拜登本人卷入了金钱利益交易 所以这次亨特·拜登高调宣布 拜登总统没有卷入他的财物 等于是踢到了铁板 比如日期为2020年6月30日的FD1023表格 披露的拜登本人直接从乌克兰收到500万美元的贿赂 其次是 今年5月10日 众议院发布会披露 银行记录显示 拜登家族 他们的合伙人 以及他们的公司从外国公民及其公司 获得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资金 另外 拜登与亨特生意合伙人至少谈话22次 今年12月4日 共和党众议员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宣布 从被传唤的银行记录发现 亨特·拜登拥有的企业奥瓦斯科电脑 每月直接向乔·拜登支付1380美元 奥瓦斯科电脑从拜登的商业伙伴 罗布·沃克的公司收到付款 并从中国华信能源集团获得了一笔存款 拜登直接从亨特公司 奥瓦斯科电脑账号收到来自中国付款的10% 并且拜登对卷入亨特生意撒了谎 调查人员举报了司法部5年内 如何拖延调查亨特案的实情 众议院启动针对亨特·拜登的藐视国会诉讼程序后 此事将由司法部处理 司法部将决定是否逮捕和起诉亨特·拜登 资深评论人唐俊元表示 藐视国会的诉讼程序通常是 国会发出一个正式的指控 然后转由司法部这边来执行 如果司法部不作为 国会的众议院议长有权利派出一个军事长 去逮捕任何违抗国会传票的人 而且把这个人逮捕以后 他会直接把他送到会议的现场去 因为必须要让他去参加听证会 他就提供他的证词 之后他是还可以 短期的大概应该是在10天左右 可以把他进行一个关押 就是说实施一种惩罚的这么一个意思 那在这个关押之后 其实最终他仍然还得是要 把这个案子要移交到司法部去 最终还是由司法部来决定 说要不要继续对他提起一个正式的 形式的诉讼 形式的起诉来定他的罪啊等等 12月12日据彭博社报道称 英国议会的一份报告称 英国面临灾难性勒索软件 攻击的高风险 这可能导致关键的国家基础设施瘫痪 并使英国损失数百亿英镑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联合委员会表示 政府负责国家基础设施的部门 正在运行过时的系统 迫使他们面临被入侵的危险 该委员会由工党政治家 玛格丽特·贝克特领导 指责政府未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 投资与保护措施 报告称 如果英国要避免被命运绑架 避免选举受到干扰 那么至关重要的是 勒索软件成为一个更紧迫的政治优先事项 并进一步投入大量资源 来应对这一对英国国家安全的有害威胁 预算责任办公室 2022年的一份报告发现 这样的攻击将使英国国内 生产总值减少1.6% 政府借款增加290亿英镑和360亿美元 周三的简报集中讨论了勒索软件 即黑客在索要赎金之前 用来获取文件和系统的软件 2021年 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此前与俄罗斯有关的网络犯罪分子 发动勒索软件攻击 导致美国最大的燃料管道 Colonial Pipeline关闭了6天 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联合委员会称 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勒索软件目标国家 他补充说 大多数恶意软件来自讲俄语的犯罪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